幸福人妻侯佩岑3月12日来到金门为旅游代言 虽然起了个大早 但她脸上依旧挂着招牌的甜美笑容 身着一身黄色鞋尖小礼服的她 还自称黄色香蕉姐 虽然大大小小的代言结果无数 但旅游代言却还是首次 这不当着众人的面 侯主播就十分称职地表示 如果份额不够 会自掏腰包补齐 因为其实现在我比较少 真的有独自逛街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 规划好的环境 然后什么都可以买得到 然后可以安心放心地逛很重要 所以像娇哥讲的 到时候如果这个销售量不够 我自己会补 此外她还透露 劳工此次也想同行 却因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而自己平时逛街 多数时间还是会选择女性朋友陪伴 其实我逛街都跟女生朋友比较多 因为先生喜欢的东西 跟我比较不一样 所以如果是一些比较时尚的 或者是女性的衣服 珠宝等等 我就会自己去逛